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方面伊朗批评沙克与伊朗断交决定 伊朗表示断交只会进一步激化抗论 我们已经开通了官方微信第一财经资讯 为您提供更多有深度有个性的文章语音和视频 您可以搜索账号或者是扫描二码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 好 以下我们再翻开今天的财经日历 了解一下国内外有哪些重要的财经事件 国内方面2016哈尔滨韩帝博览会将会开幕 国际方面德国会公布12月计条之后的失业人数 欧元区公布12月CPI年率出值 加拿大会公布11月工业品的部价指数 好 这里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以下我们继续了解最新的国内实证和财经方面的消息 余飞 好了 李欣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有关于国内实证和财经方面的消息 日前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重庆果园港考察 听取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设 铁路公路水路连运等情况的介绍 查看正在作业的集装相传 与此同时习近平还考察了重庆京东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在柔信屏 超高清显示屏等产品面前观看演示 了解8.5代液晶面板生产的工艺流程 用放大镜贴着玻璃面板观看里边的电路 他说 五大发展理念 创新摆在第一位 一定要牢牢把握创新抓在手中 把创新搞上去 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继续低迷 12月财经中国制造业PMI降至了48.2 已经是连续第10个月低于荣枯线 较11月也下滑了0.4个百分点 制造业仍然处于低谷 就业情况也不容乐观 数据还显示海内外需求减弱 导致新业务总量减少 新出口业务在12月也有所收缩 为9月份以来的首次 此外 受到受访厂商的相关部门的反应 用工数量下降的原因 是因为公司采取了压缩规模的策略和节省成本的措施 用工收缩也导致厂商的积压工作量大幅上升 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何帆表示 经济继续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 随着美联储进入加息周期 全球市场动荡进一步加剧 政府应该重视短期的外部风险 实施欲条微条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避免经济出现断崖时的下跌 同时继续推进供给侧改革 尽早释放改革红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认为 虽然目前人民币的汇率是有所回调的 但是之前对于人民币的高估 仍然没有完全稀释 这将为出口企业带来很大的不利 由于汇率的持续的高估 而且幅度还有所加深 那么对于我们的出口 在边际上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会影响我们的这种出口订单 出口业务 而且这种高估的水平还在缓慢的上升 那么这种上升会蚕食掉我们 某一些产业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吴庆表示在官方数据中 中小企业的数据部分相对走低 这和彩新数据的调查保持一致 这也说明了中小企业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 因此未来的调控也需要更有针对性 比如说这种消灭僵尸企业 那么由于僵尸企业的大量的存在 导致我们好多行业 这个生存的非常艰难 实际上他们现在的这种 他们是在熬着 为了改变这种生活状况的话 需要有一些大力度的一些 比如说产业的充足 企业的充足 我认为2016年我们会出台这样的措施 那么这些行业会得到扭转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 卖数据继续低迷 出口数据也是显有亮点 因此市场有预期就认为 为了缓解经济继续下滑 中国央行可能将引导人民币汇率贬值 昨天央行也的确大幅调低了 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 下调95个基点 跌破了6.5的关口 暴在6.5032 交易员称 新年首日的中间价 表明央行认可下跌趋势 短期贬值趋势预计将延续 此外呢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是明显承压 首个夜盘交易开启之后 汇率迅速跳水 在人民币跌幅在一个小时之内 扩大至0.65% 截至昨天23点30分 夜盘交易结束 人民币对美元下跌0.62% 创出了8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暴6.5338 创出了2011年4月以来的最弱 离岸人民币也是进一步走低 跌破了6.63的关口 日内跌幅扩大至500多点 创出了2011年9月底以来的新低 而值得注意的是 在与离岸人民币的价差 再度扩大将近1000点 价差幅度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澳新银行驻新加坡外汇分析师 认为价差超过1000点 是央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那随着国内经济数据的 持续萎靡 人民币在短期可能会继续的减入 好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 业内分析师表示 未来如果不解决人民币资产 赚钱效应的问题 就很难扭转跌势 首先还是一个外部美联储 这个加息引起的一个美元的 一个加息周期 实际上也引起了一个全球货币的 一个重新的一个定价 那么人民币在其中呢 也很自然的会随着这样一个变化的 进行一个顺势的一个调整 同时民生证券研究员顾收组负责人 李其林认为 目前人民币资产价格 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估值偏高 然而同时资产回报率却并不强势 加上近期信用利差急剧收缩 也都加重了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 此外央行或许在政策上 也倾向于快速的释放风险 对政策来说的话 它肯定是快比慢要好 如果我们政策上 我通过中间价把它打得比较快 那这样的话我贬得很快的话 那你可能就来不及 就是说去换汇了 就是等你缓过神来 这个人民币已经贬了很多了 你在换汇也不一定划得来了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 目前大家对于美元认为 它总体上还是会升值 然后眼下中国经济还在调整当中 考虑到其他的货币都已经贬值很多 而人民币其实才恰恰回调了一点点 所以在今年进入新年的第一天 很多人的5万美元的额度恢复了 其实也会有一些购汇的行动 所以大家认为在年初 会有一段的一个调整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事 早进关注 好的 那么昨天是2016年A股的第一个交易日 但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A股创造了两个历史 第一 跌幅7% 这是有史以来 A股最糟糕的一个新年开局 第二个就是熔断机制开始生效了 并且新年开盘的首日 便连续触发两档熔断 A股也罕见的提前结束了交易 具体的情况 进入今天的早情中 好 我们先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这戏剧性的一天 昨天早盘的护身两市小幅低开之后 持续大幅下挫 截至到五间收盘 护制跌幅已经低近4% 午后两市跌幅继续扩大 护身300指数在13点13分 跌幅扩大到了5% 触发了15分钟的垄断机制 个股也是全面暂停交易 随后两市在13点28分恢复交易之后 再度下谈 护身300指数跌幅扩大到了7% 触发了第二档中断 两市暂停交易 直到收盘 截至收盘 护制跌破了3300点 跌幅达到6.86% 深层值暴在11626.04点 跌幅8.2% 护身300指数暴在3469.07点 下跌7.02% 创业板暴在2491.24点 跌幅8.21% 盘面上来看 板块全均覆没 仅有银行 整体跌幅是小于5% 是在4.54% 两市有超过1400指个股跌停 股指期货方面 由于护身370指的现货出发熔断 提前收盘 那三大七指主力合约 均创出交易以来的最大跌幅 截至到2015年的12月31号 护身两市融资预额是 暴在11713.07亿 继续回落 170.22亿 结束了两年生 恐怕没有人会想到2016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A股会如此的戏剧性的表现 这也让本来期待开门红的投资者相当的失望 我们都以为今天新年第一天 应该来个开门红 让我们国民有一个很大的信心 确实是没想到今天会这样 真的没想到 不能另外的新的引力跌起 把国民有个开心的心境 想不到心里很郁闷 应该说 A股的熔断机制的诞生并非偶然 作为全球波动性最大的市场之一 A股从去年6月中下旬开始暴跌以来 期间屡次出现千股跌停 千股涨停的奇观 给市场带来了极强的不确定性 监管曾推出熔断机制的初衷 也是为了防止在线类似的情形 通过机制安排在市场极端波动的情况下 给予投资者更多的冷静时间 从而能够达到稳定市场的作用 但是熔断机制自宣布推出一起 就遭受了市场的质疑 中金公司在最新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熔断机制起作用是要付出代价 首当其中便是 一级缺值的幅度较低 根据历史的数据测算 几乎每25个交易日当中 就有一天的波动幅度要超过5% 同时二级缺值 二级缺值与一级缺值之间 仅有两个百分点 这个设置的差距也太小 正常交易可能会比较频繁的被中断 其次熔断机制本身也会对市场波动产生影响 在A股市场已经存在 各股涨跌幅限制的情况之下 指数的熔断相对严苛 触碰频率估计也将远高于美国韩国的国家 像美国因为1987年的股债 美国在1988年设定了熔断机制 1989年10月才被首次触发 而A股却遭遇了设定首日便被触发的 这样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 其实引发A股熔断原因就是下跌 而昨天A股下跌源于多重的利空 包括数据的欠价 人民币新年大跌等等 而其中一个和股市相关的因素 就是不远处的减持压力 去年7月8号股灾期间 证监会出台18号令 明确从公告之日起的6个月内 上市公司控股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的股东 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如果证监会无减持新规除台 减持禁令将于今年的1月8号正式解除 其实前期大家没有预期的 对吧 你像这个1月8号 所有的人都知道1月8号要减持 然后这个轮轮机制的话 大家迟不及烦 可能自然之间听出来 大家还不适应 而对于减持禁令到期对股市的冲击 国金证券分析师李立峰认为 禁令解除之后 市场减持情况将会逐渐地恢复到正常水平 但二级市场资金面仍将会受到短期冲击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由于三四月末分别是年报 以及一季报披露的窗口期 由于在季报前30日 预报和快报前10日不得减持 再加上春节前期 股东高官现金需求的提升 一二月份的集中减持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认为 指数熔断机制在短期内给国内投资者提供了 杀跌的目标价从而造成了市场的短期波动 今天一个下跌是一次性来释放风险 消息面上并没有直接的理空 所以对于后市的话不必贵悲观 预计的话市场经过短期击跌之后 会出现快速反弹的走势 另外隔夜美股三大指数跌幅也都超过了1.5% 欧洲股市跌幅超过了2% 其中德国DEX指数下跌达到4.28% 那么对目前市场的情况 还是要提示您注意风险 那熔断机制生效首日便遭遇触发 今后熔断机制有可能成为常态吗 作为投资者又该如何来应对后市呢 来听一下 石漫红源市场研究总监贵豪明的观点 应该说像这种7%以上跌幅 毕竟不是常态 应该说今后出现熔断的概率 并不是会很大 大态势来看 由于今天的大跌 加上周四的一个下跌 市场的风险已经得到初步之后 大跌以后都不被过于背观 应该说对于A股来说 2016年的第一场雪已经来了 对于今年的操作 海通证券给出这样的建议 2016年要多休息 少折腾 把节奏慢下来 去买那些跑得慢的相对安全的资产 没准反而会跑得更快 那海通认为未来央行的放水 也会越来越不容易 因为有三大制约 分别是美国加息 规律贬值和信用违约 而这也是海通眼中 2016年资本市场上 最重要的三大风险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财经早班车 稍后我们继续了解 最新的国际施政方面的消息 于飞 好的 李欣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国际方面 首先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 丝毫说 沙特宣布与伊朗 断绝外交关系是巨大的错误 沙特这么做只会进一步的 计划 安萨里表示 只要沙特当局继续制造冲突 两国关系就不可能恢复 伊朗政府已经极力控制民众的愤怒 并将根据国际公约 要求保护在伊朗的外国外交使团安全 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三号宣布 沙特与伊朗断绝外交关系 并责令驻沙特伊朗外交人员48小时内离境 巴黎国家通讯社4号发布巴黎外交声明 伊朗长期干涉巴黎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内政 破坏国际公约 致使沙特阿拉伯驻伊朗使馆遭到了破坏 为此巴黎内阁会决定断绝巴黎与伊朗的外交关系 并责令伊朗外交人员48小时之内离境 同时巴黎还决定关闭其在伊朗的使领馆 并撤回所有的工作人员 与此同时苏丹也宣布与伊朗外交关系断绝 以抗议伊朗示威者冲击沙特驻伊朗大使馆的行为 另外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当天决定 将阿联酋与伊朗外交级别 由大使级降之代曼级 同时减少伊朗在阿联酋的外交人员人数 阿联酋声明说采取这一步寻常的步骤 是因为伊朗一直在干涉海湾和阿拉伯国家的内政 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准备推出 一系列的控枪措施的时候 数百名枪主和民众上周末齐聚 加利福尼亚安达略市枪展 作为对于奥巴马控枪计划的回应 而距离这不远的圣贝纳迪诺 是在一个月之前刚刚发生过一起枪击事件 造成了14人死亡 20多人受伤 当天的枪展是免费对公众开放的 不少参观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反对奥巴马的控枪措施 并称打击枪支销售是非法的 据报道4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与美国总检察长林奇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以及部分执法机关的高层会晤后 或将签署通过一系列旨在控制枪支暴力和规范枪支销售的议案 丹麦首相拉斯穆森自豪宣布 自当天中午12点起 丹麦在与德国边境启动临时的边境管控 启动临时边境管控之后 丹麦警方将在德国进入丹麦的火车和轮渡上 对于乘客进行抽查 临时边境管控将持续10天 之后将视情况而决定是否延长 拉斯穆森说丹麦政府这一决定是针对瑞典方面 实施边境管控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好 稍后我们在7点35分的节目当中 将继续从华尔街到陆家嘴板块 详细了解最新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机制表现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的是资讯快程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农村 123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 意见指数到2020年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总体水平 明显提升 产业链条完整 功能多样 业态丰富 利益连接紧密 产城融合更加协调的新格局基本形成 农业竞争力明显提高 上海证券报报道 聚焦三农问题的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 颁布在即 举悉去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公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落实发展 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讨论稿 已经被列为今年一号文件的草稿 而从标题来看 一号文件也将连续第四年聚焦农业现代化 那业内认为 现代农业建设就要按照创新 协调 绿色 开放 共享 这五大发展理念来进行补短板补短类 尽管日前 亚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军 撰文指出 降准等数量工具使用 还需考虑对资本流动的影响 但不少机构认为 这并不妨碍春节前降准概率的大声 新业银行的研报指出 近期离岸人民币大幅贬值 加上外汇占款重新出现大幅的减少 资本外流压力又开始加剧 预计2016年1月 央行仍有进行降准操作的必要 同时服役公开市场和常备借贷便利操作 投放短期垮节资金 以平滑流动性波动 维持流动性合理充满 另外 央行表示 2015年12月 没有对三家银行发放抵押补充贷款 12月末 抵押补充贷款余额为10811.89亿 央行对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放抵押补充贷款 主要用于支持三家银行发放 棚改贷款 重大水利工程贷款 人民币走出去项目贷款等等 好 这个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好的理性继续来关注我国内方面 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昨天开盘之后 一条消息在朋友圈风转 这条消息称 2015年7月8号证监会发布的公告 规定7月8号起6个月之内 上市公司困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的 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的股份 该消息的署名为 深交所创案版公司管理部 王肖璇 那针对这条网上的传言 深交所表示还在确认当中 而对于是否有1月8号之后 不能减持的官方消息 深交所表示也正在合适当中 不过今确认王肖璇的确是在深交所认知 网科昨天晚间发布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的进展称 停牌期间公司此次重组事项的 相关工作正常推进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公司已经于2015年12月25号 就有关可能交易 与一名潜在的交易对手签署了一份 不具有法律约束里的合作意向书 公司除了与潜在的交易对手继续谈判之外 还在与其他的潜在对手方进行谈判和协商 鉴于该事项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A股股票将继续停牌 近日国内首家聚焦 医用悬浮技术的医疗高科技平台 起心医疗宣布正式迈入股改的进程 并启动新三板挂牌 安心证券作为主办券商 将向股转中心申报挂牌材料 安徽起心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医疗高科技技术产品为一体的公司 作为国内领先的高端烧烫商治疗设备供应商 起心医疗是国内第一家医用悬浮床生产企业 为国内创伤后康复环境技术填补了空白 基于这一大合作成功研发的悬浮床自身消毒技术具备世界领先技术水平 公司董事长吴小辉表示 此次起心医疗启动股改及挂牌新三板的进程 将有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升级产品扩大生产 通过上新三板打开融资渠道以后 肯定对我们有企业很大的帮助 因为我们国内没有一家正真的 就专门服务于烧商科的医疗商家 把我们自己好的产品推到世界上去 而不绝去中国 所以我要走新三板的市场 吴小辉还表示 我国医疗器械企业规模过小 产业组织结构分散 产业竞争力处于较低的水平 但是医疗服务产业价值回归是趋势 医疗体系改革 人口老龄化必然会使得医疗行业 成为最具发展潜力和价值的优势行业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盘车 接着马上进入到的是财经万花筒 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我们来关注一下楼市 去年房价在连涨8个月之后完美收官 12月的百成房价数据显示 一线城市房价表现坚挺 深圳房价同比上涨38% 零涨一线城市 上海北京分别上涨15%和9% 而就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小成价期间 北京新房成交套数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7.6% 在业内看来北京楼市成交量的下滑主要源于自住型商品房住宅的大幅减少 业内认为北京楼市在元旦小长价的表现相对较为稳定 由于去年元旦自住型的商品房成交占了接近一半 大幅拉低了成交均价 如果刨去自住型的商品房 今年元旦的交易量反而是稳中有升 而随着新年之际房企扎堆推入新市 也或将会迎来春节后的交易小高峰 一季度楼市我们肯定要比去年2015年四季度可能要回落一些 因为一季度恰逢一个元旦还恰逢一个春节 一般恰逢元旦和春节的时候 一般一季度的交易量都是一个全年来说比较低谷的一个状态 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没有其他的政策干扰的话 应该是春节之后可能市场会迎来一个交易的小高峰 我们再来看持续火爆的武汉楼市 根据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的统计 去年武汉新建住房成交22.4万套 成为全国住宅销售套数最多的城市 至此武汉楼市成交量已经连续5年成为全国住房销售的前3年 与上一年相比 2015年武汉新建住房成交量增长了24.6% 这已经是连续5年刷新年度涨幅记录 专家认为房价的迅速攀升是成交放大的重要推手 2011年初武汉住宅商品房均价只有每平方米7156元 不但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 相比西部的成都也低了近千元 之后的这5年武汉房价持续上升 近去年就同比上涨15.03% 到刚刚过去的12月 武汉住宅样本平均价格已经到达8979元每平方米 房价的上涨引发了购房者追涨的热情 无论刚需还是投资都认为完买不如早买 专家还认为在周边以及湖北省内 无论是经济活力还是配套设施 暂时没有城市能与武汉相比 因此吸引了不少外地人口楼市需求转望 它对于周边人口以及一线回流人群的这种吸引力 这个辐射力逐渐的增强 就是不管是投资也好 还是说创业或者说定居的这种人口 我们武汉的外销比例可能已经连续保持在50%以上 虽然成交不错 但专家认为武汉楼市目前还是以去库存为主 而且武汉的土地供应正在逐渐回落 未来武汉的楼市会回归到一个平稳的水平 2015年合并成为了互联网行业的关键词 五八 赶集 美团 大众点评 微影时代 德瓦拉等 都相继完成了合并 就在2015年的最后一天 塞维和懒道家宣布合并 合并后的公司品牌更名为塞维懒道家 据介绍了塞维懒道家的合并将打通六大干洗产业链 建成线上线下全产业链干洗生态服务系统 正式开启互联网洗衣生态产业链布局 这将为干洗行业带来很多颠覆性的改变 那业内表示 互联网公司加传统企业将会产生巨大的效能 线上线下的合并模式也将成为未来合并的趋势 好 这位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也请您锁定第一财经 稍后我们将会进入从华尔街到陆加水板块 来关注全球市场和国际财经消息 那昨天A股市场是出现了一波大幅的下挫 甚至触发了指数熔断机制 那么在全球市场而言 欧美股市也是经历了一波年初的震荡 开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那全球的这个市场都在经历一波股市的震荡 我们该怎么来看后市呢 另外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也将说一说即将开幕的美国消费电子展 马上听到今天的节目 从华尔街到陆加州 首先来浏览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 受到亚欧股市苦跌的影响 河夜美股开盘的道指一度下跌超过450点 好在尾盘跌幅有所收窄 不过依然创出了八年以来最差的开局记录 对此呢 纽交所的交易员认为 考虑到12月份美股收跌 近期将有反弹的空间 但是长期来看依然是沉压 我其实觉得我们会有点的离开 这周期 长期我认为2016年 是会有很严重的年轻 有太多的事情 有很多事情来说 这一切的事情 就是非常弱的 我们刚才有的 年轻的年轻 尤其是在那尾尔 尤其是在那尾尔的 那是很严重的 回到1958 年轻的美国最強烈的年轻 是在那里 那是下跌 所以这并不是预测好的东西 但是短期间 我们的市场和欧洲市场 和欧洲市场 都在很短的时间 一旦那种力量开始继续 人们会感到更好 外国市场都会从美国市场 都会不会跌倒 现在我们会比较高 对于A股在熔断机制 实施首日就出发二度熔断 江源认为投资者 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而政策制定者 也可能应用情况 来深化政策的细节 理财经记者 哥威尔 美国纽约报道 股市集体重挫 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内 不能幸免 去哪儿 管理层 地震 创始人及其他的数位高管离职 外加航空公司与其暂停合作 公司股价重挫超过14% 跌幅位于中概股的榜首 而其他的热门中概股方面 网易和京东跌幅超过7% 阿里巴巴跌6.3% 而微博跌6% 受到全球股市大跌的影响 黄金等避险资产上涨 那接着收盘 COMEX2月的黄金期货 收涨1.4% 暴在1075.2美元每奥斯 白银期货先涨后跌 收盘小幅下跌0.3% 那其他方面 旧金山联储主席威尼姆斯 隔夜表示 2016年经济增长 在2.25%的轨道之上 失业率小幅下降至5%以下 通胀开始逐步回升到2% 将是满足美联储 今年加息3到5次的要素 他认为目前美国经济状况良好 今年的经济增长率 可能又一次位于2%到2.5%之间 克里夫兰联储主席梅斯特则认为 美国基本面非常的出色 经济扩张存在着坚固的基础 梅斯特预计美国经济在2016年 将增长2.5%到2.75% 因此加息如果超过4次 也是适当的 数据编制机构Marktis 4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欧元区去年12月 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出值 从53.1上升至53.2 创出了20个月以来最高的水平 这也是欧元区20个月以来 首次出现有所成员国 制造业扩张的局面 经济学家表示 随着欧洲央行力度空前的自己措施 渗透到企业和家庭 欧元区经济复苏加剧 好 刚刚我们浏览完了 宏观方面的消息 我们知道欧美股市是出现了首日的重挫 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盘面了解一下 美国股市三大指数的一个具体的跌幅情况 我们看到三大指数的全息下挫幅度都超过了1.5%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是低收了1.5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重挫2.08% 标普白指数下跌幅度是达到了1.53% 好 接下来马上关注到的是第一财经 祝你们记者格外在收盘之后 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早上主持人 受中东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中国股市出发 熔断的影响 美国股市在2016年的首个交易日 也是出现了暴跌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盘中一度下跌超过450点 创下自1932年以来的最差的堪言记录 去年8月受中国股市矩阵 当月的24日道指盘中一度下跌超过1000点 在去年涨幅榜靠前的个股却成为开局的领跌者 Netflix的股价下跌约5% 谷歌母公司Alphabet和脸书分别下跌了3%和3.5% 特斯拉和京东领跌纳指跌幅分别达到7%和10% 反映市场波动的VIX恐慌指数更是飙涨超过22% 富国银行前CEO在接受CNBC专访的时候表示 在美联储结束多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之后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在宏观方面 我们首先来和您聊一聊有关于海外资产配置的相关话题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 今天我们请到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国泰基金的金银经理吴向军先生 向军先生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知道近期关于全球市场震荡的一个讨论 大家相对而言对2016年的行情是比较看空的 美联储加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出发因素 那我们看到昨天其实A股市场也包括全球市场都在出现进入的重挫 那其实我们知道人民币贬值的过程当中 我们对于海外资产配置这个话题讨论的非常多 那么看到现在刚刚格外的连线当中也提到 对于这个美股市场的泡沫大家认为正在挤出 所以说对于2011年的行情其实也并不是非常看好 那在您看来我们看到A股市场美股市场欧股市场都在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 该怎么去配置自己的资产 在投资当中有一个金科预律 就是说千万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边 那么投资股票或者是金融产品也是一样 不要把所有的自己的资产都抽到A股当中去 这个也是每一个投资人都应该遵守的一个规律 那么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A股的我们看到波动性也很大 那么人民币的贬值也非常明显 从去年的10月底到昨天的话 人民币贬了应该3%左右 而且昨天是头一次人民币的中间价贬到了6.5以下 1美元比6.5人民币以下 这个也是连续非常多的连续的小步慢跑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觉得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一部分资产投资到海外去进行分散化投资 那么我们看到在很多的QD基金 以前大家都不是很习惯的QD基金 最近几个月以来是在市场上比较火爆的一个品种 很多的基金公司的QD基金都已经停止申购了 因为它的配额不够了 那么QD基金有个好处就是说 它是一个比较正规的 而且不是比较正规 是非常正规的 这么一个没有不占个人换贿额度的一个海外投资方式 而且非常的简便方便 那么我觉得如果说投资人的他的风险的偏好比较高的话 可以投资股票 如果风险偏好比较低的话 可以投资债券 那么从股票上来看的话 我觉得美国还是2016年股市的最好一个部分 因为它的经济是比较好的 其他的国家的经济 其实相对于美国来说 它是比较弱很多 那么另外一个 就是美国它在不断的升息 升息的过程中 美元就要升值 那么从经济的加升值 双重的叠加的考虑来讲的话 购买美国的股票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那美国的标的资产非常的多 该怎么去选呢 我觉得呢 我推荐有两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还是高科技的 纳斯达克为主的这种高科技创新型的股票 因为全球的创新几乎都在美国 创新的一些内容 因为在拉斯维加斯的CES 从今天开始 也就是美国消费电子展 对 消费电子展 今天就开始了 所以说我觉得在下面这几天的时间内 高科技板块 包括A股的高科技板块 TMG板块 也会有所联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板块 我觉得是有一个完全的内需的板块 就是它的美国房地产板块 那么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一个它是反省内需 不受海外的影响 海外如果动荡或者经济不好 对它的房地产板块的影响是很少的 还有就是说 它的房地产板块的复苏 是远远落后于美国整体经济的 所以说它的上行空间还是有很多的 那么它现在的价格和销量的增长 虽然非常能快 还是远远低于以前的 像2006年之前的这样一个水平 所以说我们如果从这个中性的来看的话 这个房地产板块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标的 我们看到房地产板块 是比较好的投资标的 另外我们看消费电子展即将开幕 今天的时间 在美国当地时间 今天就将会开幕了 对 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 我们将详细的来聊这个话题 接下来我们通过盘面了解一下 在隔夜收跌的板块当中 也是有一些个股和板块逆势上涨 那有哪些呢 我们通过盘面了解一下 3D打印 计程电路 运动商品 职业 还有机械的相关板块的个股是领涨的 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3D打印的相关个股 3D System Corporation 这个个股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 一说到3D打印就会说的好 所以认真上涨普通是比较不错的 达到了3.12% 目前的价格是9.83美元每股 3D Systems Corporation 节目当中之前说到3D打印 是有它很多的不同的细分板块 有这个普通的民用用途 有医用用途 甚至有军用的用途 3D打印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前一两年那么火了 那么有一定的原因就是在应用过程中 3D打印的这个技术 还是应用在像塑料纸 还有些这些材料当中 那么对于金属 对于其他的比较 这种材料还是比较少一点 那么3D打印也是这个公司 3D System 也是3D打印的一个龙头股份 关键说我们一期的3D就提到它嘛 最近两年的它的股价的下跌程度也非常的多 也达到了90% 就下跌了九成 那么这也是跟它以前的预期过高 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昨天晚上为什么一下子涨了这么多呢 也是因为它在CES之前 它宣布自己一个新的产品 就是用金属打印机 金属打印机是所有打印机里最贵的一种 那么它宣布金属打印机 然后是高精度的这种金属打印机的 以后对于模具的打印是非常有效果的 所以说具体的这个细节我们还不太清楚 可能在CES当中它会进行一个展示 那么其实在3D打印中 这个阻碍它现在这个大规模普及发展的 一个就是它的材料 另外一个就是价格 我们希望在这个价格方面 在材料方面都有所突破 一个是材料 那就是材料的价格相对成本是比较高的 对 而且我们说3D打印 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还是医用 它相对来说是定制化的 对的 所以说定制化的东西 它本身这个独一性的话 也使得它这个资源相对比较稀缺 那么就是 你像如果说 以前说一个金属打印机的动辄百万机 那么如果它这个能够大规模降低成本的话呢 它这个使用的能力就非常的广泛 而且呢3D打印以前呢 也有很多人说它的精度不够 那么还要再进行再处理 那么这种的话呢 它这个宣布的这个新的打印机 就是一个 它说是高精度的打印机 那么具体高精度 精度的达到什么程度呢 也是大家这个需要 看到实际的这个样品之后 才能够知道的 如果说真正的在这方面 在精度 在材料 在价格上面都有所突破的话 我觉得3D打印的还是真的一个蓝海 嗯 是大有可为的 对 所以说这个关键的一个核心技术 还有成本的这个降低之后 可能之前我们说3D打印 一出来前两年的那个火热 在今年或者是明年 还可能再掀起一个新的 这个行业的热潮 好 非常感谢向金先生 这一时段对于宏观 以及涨幅榜前列个股的相关的点评 这里是正在直播 从华尔街道路加嘴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再回来继续接着聊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从华尔街道路加嘴 接下来我们又来一组 最新的全球公司资讯 首先来关注消费电子展 2016年美国消费电子展 将会在1月6号到9号召开 作为一年一度的行业盛会 CES展会 旨在促进尖端电子技术 和现代生活的紧密结合 是世界上最大影响 最为广泛的消费类电子技术年展之一 虽然离国际电子消费展 开幕还有一天 但是电子消费展的热身活动 已经向媒体开放了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 前方的记者周佳 周佳你好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国际电子消费展 预热的内容吧 好的主持人 我现在是在拉斯维加斯的 曼德勒海湾会议中心 作为2016年消费电子展的预热节目 今天在这里有两场面对媒体的发布会 会议透露2016年消费电子行业的新趋势 以及该行业的领军人物 美国消费电子行业协会的CEO Gary Shapira透露 这次展会的重要主题 有智能家庭技术 和在不同设备获取内容的技术 另外基于物联网的穿戴电子 也会让消费者耳目一新 无人驾驶技术是汽车行业的新趋势 在明天有一整天的新闻发布会 其中是福特公司 就是首当其冲 另外奥迪奔驰宝马 等汽车厂商都会展示 最新的汽车自动驾驶的技术 最后会议还透露 虚拟现实技术 在2016年会有重大的突破 而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等技术 也是消费电子的发展大方向 好 谢谢周佳 那周佳这一次国际电子消费展 和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区别 这次展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 3600多家厂商参展 其中有很多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 包括谷歌 华为 三星等等 许多技术在去年的展会上 就已经是展露了头角 但是在今年我们期待是技术更加成熟 另外有一些产品 已经占领了一定的消费市场 其中虚拟现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三大虚拟现实设备的主流厂商 索尼 HTC Oculus 都会在今年有新产品发布 而HTC已经确认在今年的展会上 会有Vive的最新版本出现 另外虚拟现实技术 不仅仅是用于游戏 同时也会用于影视艺术 所以在今年我们会看到 360度的数码相机 另外这次展会还为23家机器人公司 开辟了一万多平方英尺的场地 这比去年是多了71% 我们会看到帮你清洁家居的清洁机器人 还有帮你购物的助手机器人 好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周佳给我们带来有关于 美国消费电子年展最新情况的一个预报 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一段连线当中 我们已经两到三次的听到了虚拟现实这个话题 那今年在展会当中 虚拟现实会不会成为一个大热 有很多核心技术的突破会展示出来 非常非常大 我们现在为什么聊这么多消费电子展呢 就是在他开幕之前聊 就是主要是说我们买股票也好 买的是预期 肯定要是开始要提前预期 就把买进去 要等他大家都在聊的时候呢 可能就已经晚了 那么今年的消费电子展最大的一个 我觉得就是虚拟现实 就是VR 那么去年开始呢 这个词大热之后呢 今年以来表现 所有的这个相关股票表现非常的好 而且这个科学方面的这个产品 包括刚才我们说过的索尼的 Alculus的还有HTC的 HTC主要是跟Volv合作的 这些他们的头盔产品 现实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当然国内我们有看到过 什么的本土品牌也有的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呢 今年CES会有很多的场地 都是给这些这些厂商来发布的 那么包括这个游戏是最大的一头 那么游戏还有这个跟电视相结合的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现象 就是说什么呢 VR的火热也带动了PC的销售 因为VR一般都跟PC高端的PC呢 是结合在一起的 那么PC里边呢 包括这个CPU memory 其他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的高 所以说呢 我们说不定会看到这个传统的PC厂商 和它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供应商呢 反而是VR的最大的这个受益者之一 那么这是一个以前没有想到的一个现象 像我们以前也推出来的 像NVD全球最大的这个图像处理芯片的厂商 最近一年的这个涨幅也非常的多 那么也是百分之百受益于VR这么一个行业的 包括声音图像 计算机的这个处理能力都是很有用的 那么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驾驶技术 不管说是无人驾驶技术也好 还是这个Smart 就是这个智能驾驶技术也好呢 这个CS越来越像一个车展了 我前两年去过CS的时候 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多车厂 现在车厂越来越多了 这个 那这个方面呢 就是无人驾驶技术呢 在加州在很多 在美国的很多地方呢 现在已经在测试方面允许上路了 而且这个结果也是不错的 那么当然说在很多的地方呢 还是以智能驾驶为主 包括智能帮你这个换线啊 加速减速啊 停车啊 停车啊 安全性啊 这方面我觉得是 这个最大的 现在来说是最大的一个 那么无人 真正进入到无人驾驶呢 可能还是要到十年 或者甚至以后 但这中间呢 很多的技术呢 都是可以慢慢慢慢的 升到我们的这个汽车 还有驾驶机关当中去的 那么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我们看到就是像无人机 无人机呢 前两年比较多一点 现在呢 看到就是无人机这个群雄并起 没有说哪家很大的 很多很小型的公司 做出无人机的这个产品 也是非常亮丽 所以说 并不现在就是我们以前知道 大疆国际是很好的 现在继续有很多 比较好的大疆的这个产品出现 但是像美国很多很小 还有包括欧洲 以色列很小的公司 它做的产品 也是非常的亮眼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不能说你 今天的产品很好 以后就应该接着做老大 或者老二的位置 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叫全网络电视 这是一个像这个 Netflix这种类似的 但是又不太一样 那么像全网络电视呢 就是说它也是跟VR 它和虚拟现实是结合在一起的 它是虚拟现实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生产 对 而且跟这个360度的这个头盔 跟4K的电视 这些呢都是相关的 现在很多的传统的这个电视台嘛 或者是节目商呢 还是没有很好的4K的节目 但是这种全网络电视 它自己生产的节目当中呢 很多都是4K的 它也引导了这种新的潮流 所以我觉得上面的四大看点 是今年CS最多的看点 但是像我刚才也提到的 像3D打印啊 这个智能家居啊 还有可穿戴呢 也是值得关注的 智能家居 可穿戴设备 虚拟现实 人工智能 还有未来很多的这个无人驾驶 智能驾驶技术 是今年消费电子展上 几大值得关注的一个重点内容 那我们知道 其实在这个内容生产商 也包括就是像Netflix 甚至包括乐视 其实都在涉足 有关于这个虚拟现实 其中的一个设备生产商 那还有很多 这个内容生产商 那还有很多的设备生产商 刚刚我们说的HTC 也在涉足其中 那么A股市场上呢 我们这一波消费电子展 能够映射到A股 我们又能看到什么呢 A股相关的这种内容 内容 也有一些 像这个头盔的生产商 现在我们做广告也有很多了 那我们不要去帮他做广告了 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这样的 还有它的这个零部件 包括声音的 包括其他各方面 有很多的都可以值得拿去投资的 那么VR过去一年炒弱 非常非常凶的 那么今年我们看到 这个他们这些的股价 也是比较高了 那么我们也希望 有更多更好的产品推出 那么维持这个比较高的价格 好的 非常感谢向今先生 这一时段一个精彩的点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从华尔街大陆家嘴 那您对于我们今天播出的内容呢 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官方微信公众号 第一财经资讯查看 另外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可以通过微信留言 所以你还可以到荔枝和喜马来电台 搜索第一财经营收听 节目最后来关注一下 在英语零元的冬季 是不是有点怀念夏天热辣的阳光呢 节目最后我们把视线转向巴西圣保罗 欣赏一下清凉的泳装秀 南美洲最重要的时尚盛会 圣保罗时装周日前如期开幕 设计师展示了2016年夏季 最新时尚潮流 今年时尚周的一大亮点 就是比基尼沙滩装 成为设计师着重开发的系列 利安娜托马斯带来的泳装系列 全部采用纯手工缝制 露肩设计的上装搭配高腰短裤 营造出浓浓的复古时尚 对自己身材有信心的女性 不妨尝试热辣的三角裤比基尼 如果在沙滩上玩耍 白色镂空系列的沙滩装是再好不过的选择 另一位设计师伊莎贝拉 俘虏朱埃来 则从美人鱼童画中汲取灵感 打造了一系列浪漫唯美的沙滩装 身穿比基尼的模特外面 搭配一件薄纱质地的短上衣 或者搭配一件飘逸透视长裙 尽显女性柔美气息 连身裤造型的泳装则有些另类 走在沙滩上一定会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各位早上好 欢迎您继续关注财经早饭圈 我是李鑫 在上海向您问候 首先来了解主要文 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制造业继续低迷 12月财新中国制造业PMI降至48.2 这已经是连续第10个月低于融枯线 较11月下滑了0.4个百分点 制造业仍处于低谷 就业情况也不容乐观 数据还显示海内外需求减弱 导致新业务总量减少 新出口业务在12月也有所收缩 是9月份以来的首件 此外据受访厂商反映 用工数量下降的原因是 公司采取了压缩规模的策略 和节省成本的措施 用工收缩也导致厂商的 积压工作量大幅上升 财新智库首席经济学家何帆表示 经济继续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 随着美联储进入加息的周期 全球市场动荡 过会进一步加剧 政府应重视短期外部风险 实施愈调微调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避免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 同时继续推进攻击侧改革 尽早释放改革红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庆认为 虽然目前人民币汇率有所回调 但是之前对人民币的高估 仍然没有完全息事 这将为出口企业带来很大的不利 由于汇率的持续的高估 而且幅度还有所加深 那么对于我们的出口 在边际上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会影响我们的这种出口订单 出口业务 而且这种高估的水平还在缓慢的上升 那么这种上升会蚕食掉 我们某一些产业的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吴庆表示在官方数据中 中小企业的数据部分相对走低 这和彩星数据的调查保持一致 这也说明了中小企业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 因此未来的调控也需要更有针对性 比如说这种消灭僵尸企业 那么由于僵尸企业的大量的存在 导致我们好多行业生存的非常艰难 实际上他们现在的这种 他们是在熬着 为了改变这种生化状况的话 需要有一些大力度的一些 比如说产业的重组 企业的重组 我认为2016年我们会出台这样的措施 那么这些行业会得到扭转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新的经济增长点 制造业偏埋数据继续低迷 出口数据也是鲜有亮点 因此市场有预期认为 为了缓解经济下滑 中国央行可能将引导人民币汇率贬值 昨天央行也的确大幅调低了 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下调95个基点 跌破了6.5的关口 暴在6.5032 交易员称新年首日的中间价 表明央行认可下跌的趋势 短期贬值趋势预计将会延续 此外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也明显成压 盘中创下了超过4年半以来的新低 而截至今天早上6点 暴在6.5338点 跌幅达到0.62% 离岸人民币也进一步走低 跌破了6.63的关口 日内跌幅扩大至500多点 这也创出了2011年9月底以来的新低 值得注意的是 在岸与别岸市场人民币价差再度扩大 接近1000点 价差幅度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那澳新银行驻新加坡外汇分析认为 价差超过1000点是央行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 而随着国内经济数据萎靡 人民币在短期可能会继续减弱 那业内分析人士表示 未来如果不解决人民币资产赚钱效应问题 很难扭转跌势 首先还是一个外部美联储加息 引起的一个美元的一个加息周期 实际上也引起了一个全球货币的一个 重新的一个定价 那么人民币在其中 也很自然的会随着这样一个变化的 进行一个顺势的一个调整 同时民生证券研究员顾收组负责人李其林认为 目前人民币资产价格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固执偏高 然而同时资产回报率却并不强势 加上近期信用利差急剧收缩 也都加重了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压力 此外央行或许在政策上 也倾向于快速的释放风险 对于政策来说的话 它肯定是快比慢要好 如果我政策上 我通过中间价把它打得比较快 那这样的话我贬得很快的话 那你可能就来不及 就是说去换汇了 就是你等你 等你缓过神来 这个人民币已经贬了很多了 你在换汇也不一定划得来了 一个主要的原因是 目前大家对于美元认为 它总体上还是会升值 然后眼下中国经济还在调整当中 考虑到其他的货币 都已经贬值很多 而人民币其实才恰恰回调了一点点 所以在今年进入新年的第一天 很多人的5万美元的额度恢复了 其实也会有一些购汇的行动 所以大家认为在年初 会有一段的一个调整 另外卢仲伟表示 面对预期将总体升值的美元 人民币的贬值趋势 已经确立2016年汇率能够期待的 最大的贬值幅度可能在15% 也就是说到年末 人民币对美元达到7.3左右 连续证券研究总监傅立春表示 去年12月美联储的加息 启动了新一轮紧缩周期 预计美联储会持续加息四次 联邦基金利率升到1% 从而导致全球资本市场的收缩 人民币汇率进入回归周期 美元加息和出口减速 人民币加入SDR后市场化 国际化提速 人民币汇率调整的新机制逐步形成 人民币汇率总体会出现显著的贬值 对美元汇率年底将调整到6.7到7左右 不过 由于政府外汇储备仍然充足 出现短期大规模汇率波动的可能性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 参考人民币对特别提款权一篮子货币来看 人民币对日元也出现了一定贬值 除此之外 人民币对欧元和英镑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升值 其中 人民币对欧元汇率中间价 较上一个交易日大涨469个基点 报7.0483 那昨天呢是跨年之后的首个交易日 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意外偏紧 尽管昨天回购利率多数走低 但大行供给收缩 厂内融资较为不易 市场仍是指出短期流动性迅速转紧 受到多重因素的作用 资金持续外流背景之下 资金面转紧令央行投放流动性的猜想再度胜问 对于短期资金面众人收紧 分险是认为是多重因素叠加所致 首先 人民币对美元持续贬值 资金外流的负面效应不断积累 特别是最近几个交易日 人民币贬值势头加重 离岸汇率持续重挫 而A股B股等人民币资产 均出现异常波动 市场对资金外流的担忧进一步加深 其次 新股发行新规正式实施 有观点认为 2016年首批IPO已经不远 启动时点将早于预期 再次 三一转债 国贸转债接踵而至 发行总额73亿元 鉴于之前转债打新的优异表现 或吸引大量资金参与申购 所引发的资金再图效应 并不亚于中小盘股票申购 最后 有消息称 近期有部分MLF到期 但尚未被续作 而江航在年前最后一个交易制 暂停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 打击了市场对货币政策的乐观预期 有市场人士表示 单从对冲外汇账款减少的现实 需要出发 央行进一步实施降准 即使必要也是可行的 另外 鉴于短期货币市场形势 央行今天在公开市场 重启逆回购操作 显得顺利成章 根据当前流动性的形式和金融机构需求 12月人民币银行分支行 对地方法人金融机构累计开展 常备借贷便利操作 共1.35亿 期限均为隔夜利率2.75% 发挥了利率走廊上限的作用 期末常备借贷便利余额为0.4亿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我们稍后继续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 上海证券报报道 时值年初聚焦三农问题的 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布在即 据了解 去年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 加快农业现代化 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讨论稿 已经被列为今年一号文件的草稿 而从标题来看 一号文件也将连续第四年 聚焦农业现代化 而与前两年相比 今年在秉承农业现代化工作 推进的基本思路上 更是提出了落实新的发展理念 和实现全面小康的目标 据了解 供给策改革理念 今年也将被应用于农业 市场人士预测 农村电商和互联网农业 将成为今年中央一号文件 关注的重点之一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指导意见 提出推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要着力推进新型城镇化 加快农业结构调整 延伸农业产业链 拓展农业多种功能 大力发展农业新兴业态 引导产业急剧发展 发展多类型的农村产业融合方式 此外还要加大财税土地等政策的支持力度 昨天民生证券宏观分析师朱振兴 在人民日报专题解读 供给策改革的电话会议上表示 供给策改革使未来经济将呈现出 L型的走势 兼并重组及放松管制的步伐都将会加快 但是短期而言将对于市场带来不小的压力 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游表示 未来经济不可能出现微型反转 人民日报的访谈带着中央高层的声音 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未来经济增长的L型判断 2016年对市场的判断都将据此做出相应调整 朱振兴分析称 短期而言 供给策改革对整个金融业的拖累将达到0.4% 会运用一定的货币政策进行对冲 2016年赤字率上调的幅度将超出大价预期 可能会达到3% 同时将扩大发展规模进行结构性减税 应改增扩倍 消费税率也将进一步上涨 此外 2016年降息的规模不大 但降准的空间非常大 降息降准的次数将不会少于2015年 随着供给策改革进行主动的市场出清 市场调整完毕后将出现温和的牛市行情 面对昨天的市场暴跌 民生证券研究院首席策略研究员李少君认为 市场运行的主逻辑将不会改变 资本市场上小票与大票都存在机会 而且这一机会将会延续到春节前后 此前预测的春节后市场将出现调整 现在看来这一调整已经提前 由于供给策改革的推进 传统行业中去产能的力度比大家预期更强 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力度也将加大 目前地产建筑建材 煤炭钢铁有色均进入的观察期 板块中期性调整已经展开 展望2016年高盛高华昨天发布的报告称 预计政策将在今年全年保持放松的倾向 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可能再度走软 而且经济的曲折减速状态会将贯穿全年 预计支持性政策措施将为增长减速 提供关键的缓冲 近日汇丰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曲红彬表示 中国国家经济面临着显著的下行风险 通缩是2016年年内危机增长的最大风险 它将会不断的推高企业融资成本 轻蚀企业利润 加剧债务负担 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扩张意愿 再度拖累连续增长 在经济增速放缓和通缩 两者之间互相强化的作用之下 经济或相面临陷入螺旋式的下跌的风险 抵御通缩的关键 则在于能否出台力度足够的宽松政策 并且配合一揽子改革措施提高效率 扎打银行中国昨天发布的报告显示 由于政策放松延迟的积极作用慢慢显现 已经发现经济需求策 已经显露出奇稳的迹象 仍然期待中国政府出台 包括放宽信贷 减税及减证放权等 更多的定向支撑措施来辅助中小企业 然而预计到2016年上半年 此类措施对于中小企业的推动作用 才能够逐步显现 央行表示2015年12月 没有对于三家银行发放抵押补充贷款 12月末抵押补充贷款余额为10811.89亿元 央行对于国家开发银行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中国进出口银行发放抵押补充贷款 主要是用于支持三家银行发放棚改贷款 重大水利工程贷款 人币走出去项目贷款等等 好 接着再来关注一下楼市 去年的房价在连涨8个月之后完美收官 12月百城房价数据显示 一线城市房价表现坚挺 深圳房价同比上涨38% 零涨一线城市 上海北京分别上涨15%和9% 那就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小长假期间 北京新房成交套数比去年统期下降了37.6% 那这一页类来看 北京楼市成交量的下滑 主要是源自于自住型商品住宅的大幅减少 因为自住型商品供应比较少 成交量比较少 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落 所以使得今年元旦期间 新房的交易量与去年相比出现了一个比较大幅的回落 价格也是同样的道理 二手房方面我们可以看到 今年1月份仍然延续了2015年年底 这个交易量不断走高的一个态势 价格方面也是出现了一个表明显的上涨 业内认为 北京楼市在元旦小长假的表现相对较为稳定 由于去年元旦自住型的商品房成交占了接近一半 大幅拉低了成交均价 如果刨去自住型的商品房 今年元旦的交易量反而是稳重有升 而随着新年之际房企扎堆推入新市 以后将会迎来春节后的交易小高峰 一季度楼市我们肯定要比去年2015年四季度 可能要回落一些 因为一季度恰逢一个元旦 还恰逢一个春节 一般恰逢元旦和春节的时候 一般一季度的交易量都是一个 全年来说比较低谷的一个状态 但是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如果没有其他的政策干扰的话 应该是春节之后 可能市场会迎来一个交易的小高峰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请锁定第一财经 稍继续 大数据时代 有数字深话 欢迎各位走入我们今天的数据财经 来看今天的第一组数字 最近随着各省市自治区经济工作会议的陆续召开 各个地方的2016年的经济目标 已经是浮出水面了 像河南 江西 甘肃 确定了2016年经济增速目标 分别是8%左右 8.5%以上和7.5% 而黑龙江 吉林 这个两个省的经济工作会议确定 经济目标2016年的分别是6%到6.5% 6.5%到7% 从整个的指标来看 整体上各地的经济增速开始下调 这个已经成为一个大的趋势 而在此前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公布的2016年经济蓝皮书 也预计2016年经济增速大约是在6.6%到6.8% 好 再来看看下面是一位来自铁路部门的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国家铁路局在铁路13.5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中说到 2016到2020年铁路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将会达到3.5万到3.8万亿元人民币 当然了 最终的规模还没有一个定论 另外在此前 交通运输部部长杨传堂曾经披露说 12.5期间 中国铁路网络的规模将会扩大 预计12.5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是在3.5万亿 而目前来看是铁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最多的这样一个问题 第三组数字来自商务部昨天公布的2015年 第二批成品油 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进口企业名单 向来自山东 上海 麒麟 内蒙古 河北 新疆等地的15家企业获得了批准 此外2016年的燃料油非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是1620万吨 对此发给委主任徐少使介绍说 13.5时期要实现成品油价格的完全市场化 要逐步放开天然气气源和销售的价格 要推动逐步放开公益性以外的销售店价 好 说完了今天的数据之后 我们将会继续来了解市场方面的消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重要的市场消息 昨天早盘护身两是小幅低开之后持续大幅下挫 截至五间收盘 护质跌幅已经将近4% 午后两是跌幅继续扩大 护身300指数在13.13分 跌幅扩大至5% 触发15分钟熔断机制 个股也全面暂停交易 随后两是在13.28分恢复交易之后再度下探 护身300指数跌幅扩大至7% 触发了二段熔断机制 两是暂停交易直至收市 截至收盘 护质跌破3300点 跌幅6.86% 生成只跌11626.04点 跌幅8.2% 护身300指数报3469.07点 下跌7.02% 创业板报2491.24点 下跌8.21% 盘面上板块全针覆没 显银行整体跌幅小于5% 而两市超过1400只个股跌停 股指期货方面 由于护身300指数 现货出发熔断 提前收盘 三大机制主力合约均创出了交易以来的最大跌幅 其实引发A股熔断的原因就是下跌 而昨天的A股下跌源于多重利空 包括数据不佳 人民币新年大跌等等 而其中一个与股市相关的因素 就是不远处的减持压力 去年7月8号股灾期间 证监会出台18号令 明确从公告之日起的6个月内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的股东 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得通过二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如果证监会无减持新规出台 减持禁令将于今年的1月8号正式解除 而对于减持禁令到期对股市的冲击 国金证券分析师李立峰认为 禁令解除之后 市场减持情况将会逐渐地恢复到正常水平 但二级市场资金面仍将会受到短期冲击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由于三四月末分别是年报 以及一季报披露的窗口期 由于在季报前30日预报和快报前10日 不得减持 再加上春节前期 股东高官现金需求的提升 一二月份的集中减持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南方基金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认为 指数熔断机制在短期内 给国内投资者提供了杀跌的目标价 从而造成了市场的短期波动 昨天盘后市场再次传出消息 针对减持禁令 深交所发文称 目前另行规定尚未公布 敬请大家留意最新的动态 新规出台之前 相关股份仍然不能减持 敬请注意 但是相关文章并没有在深交所网站上找到 而昨天下午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拨打深交所官网公布的 创业版公司管理部电话 但是没有人接听 减持禁令将于1月8号到期 不少投资者对于限售到期之后 市场是否会出现大规模减持潮 存有疑虑 新年首个交易日A股遭遇二次熔断 或者下跌6.85% 千股跌停重现 而在市场波动同时 部分上市公司大股东 以不减持承诺 延长期延长限售等方式 参与稳定股市的行动 市集华通昨天率先做出表态 控股股东 华通控股将延长限售承诺 一年内至2017年1月9日 不减持公司股份 农青化工大股东也表示 自愿追加股份限售承诺 追加6个月锁定期 至2016年6月30日 海兰信业公告 实际控制人将追加限售承诺 自承诺即使日 2016年1月8日 延长锁定期12个月 至2017年1月7日 此外 华人药业 兰州民百等公司 相继发布增值公告 华人药业表示 公司实际控制人 梁福东 于2016年1月4日 通过深交所证券交易系统 集中净价的方式 以每股12.74元的均价 增值公司股份9万股 占总股份0.01% 兰州民百则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 红楼集团 于2016年1月4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 累计增值公司股份37万股 增值均价为10.27元 占公司总股本的0.1% 至此 增值计划实施完毕 熔断机制生效手 日边遭遇触发 今后熔断机制 有可能成为常态吗 投资者又该如何 来应对后市呢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深望红源市场研究总监 贵浩铭的观点 说这样这种 7%以上跌幅 毕竟不是常态 应该说今后出现 垄断的概率并不是会很大 大态势来看 由于今天的大跌 加上周四的一个下跌 市场的风险 已经得到初步释放 大跌以后呢 都不必过于悲观 不必过于悲观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期货方面啊 我们马上连接到的是 东正期货的周冰庆 请他介绍一下 国内主要期货交易品种的情况 冰庆早晨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 最新的期货方面的情况 好吗 关注到还是指数方面呢 昨天呢 股指是在低开之后 随即是迅速的走弱 午后呢 是触发熔断 并且在恢复交易之后 放量下挫 史无前例的在 不过一点半超过的时候 就提前收盘了 那么消息方面来说的话 首先早盘公布的 PMI略微不及预期 那其次呢 限售股解 近潮近在眼前 这样的 也是在市场情绪中 不断的发酵 另外呢 第二人民币汇率 昨天有所 有非常大幅的下跌 这些都是主要的利空 对大盘造成一定的 这种心理上的影响 但是我们认为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来看的话 其实也并不足以造成 像昨天这种 再一次的千古跌停的情况 应该说还是有 非常大的非理性的因素 在起作用 从基本上看的话呢 目前大盘走势 经过昨天这根大阴线来说呢 已经有所破位 如果短期不能迅速的修正 反弹到3400点左右的话呢 指数可能继续向下一个台阶来寻找支撑 那关注到大宗商品方面的话 昨天各品种也是跌多涨少 像橡胶 基本金属这些 以及豆破和菜破 都是跌幅居前的 其中呢 橡胶这个品种 开盘随即就是单边下挫 主力合约昨天大跌4.3% 那1万元的大观 再一次的岌岌可危 其实在年前最后几天来说的话 橡胶对60日均线 久攻不下之后呢 就有一定的多头离场的迹象 而基本面来看的话 目前的最新数据显示呢 库存方面 橡胶在青岛保税区的库存 还是在每个月都是在不断的增长 那统计下来 2015年全年几乎是翻倍的 而下游需求方面呢 橡胶的下游厂商采购意愿 也不是很强轮胎出口数据疲弱 那可以说对于交价比较难有有效的支撑 那么后市天然橡胶的期价 依然是已跌难涨的格局 最后关注贵金属方面呢 昨天金价倒是受到了中东局势的紧张 和亚太股市大跌 带来的避险需求的推动 有一轮比较明显的反弹 迎来了2016年的开门红 那么日内昨天 每黄金是一度走高 触及到1080美元上方 不过依然没有能够突破这个压力位置 尾盘是有所回落的 那目前黄金的总体是 仍然位于12月份以来的底部震荡区间之内 不过暂时是 对于这个最低位的 这个是比较稳固的守住了 那么本周五的非农数据 将会是有一个指引性的作用 那目前每黄金是报在1073美元每盎司 好 我们继续来关注市场 2016年的第一场雪来了 那对于今年的操作 海童证券建议2016年要多休息 少折腾 把节奏慢下去 去买那些跑得慢的相对安全的资产 没准会跑得更加快一些 海童认为未来央行的放水 也会越来越不容易 因为有三大制约 分别是美国加息 汇率贬值和信用违约 而这也是海童眼中 2016年资本市场上最重要的三大风险 那根据证监会披露 五锡红会新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及福建博斯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中前股份有限公司首发申请 于1月8号上会 此外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配股申请于同日上会 一年时分析 注册制推出之前 IPO不会歇脚 过渡时期新股发行 按照新制度发行 好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到的是 东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峰 请他来点评一下 今天有哪些市场的消息 可能会对今天的交易产生影响 郭峰先生 早晨好 你好 如飞 下面我们关注以下几个重要信息 那么首先来看一下 新年首个交易率 A股就触发了这样一个垄断 首个交易率 互升300指数先后触发 5% 7%的垄断罚值 那么股票现货和股指期货市场 都于昨天的下午1点33分起 一直暂停到收盘为止 所以整体来看 第一个交易率出现了大跌 那么市场各方也都超出 市场各方的预期 那么总体来看 大家也都探讨了一下下跌的原因 那么多重利空 共振避险情绪升温 导致了垄断机制的产生 同时也加剧了一些 非理性的抛售 那么所谓的多重利空 我们归纳一下 应该说 其实大部分也是在市场的预期当中的 类似的像人民币汇率的贬值 包括本周即将来临的 大股东解禁期限临近 那么还有之前炒作比较凶猛 我们的选资有一定的回撤风险 另外制造业PMI落于预期 那么总体来看 这些预空因素或者说压力 并非所谓的黑天鹅事件 所以整体来看 市场情绪似乎有一定的这种过度的表现 因此还是存在着一种 非理性抛售的一个过程 那么与此同时 第一个交易率的下跌 可能更多的从形态上来看 市场关注的是跌破60的均线之后 市场有一个加速探底的过程 那我们认为在3100点缺口附近 市场将完成本季度的一个探底机会 那么有可能在这里获得比较强的支撑 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 虽然市场担心大股东解禁期限来临 但是呢已经有部分多家公司呢已经主动加索 那么在其中呢像四季华通 龙兴化工海南信等呢 已经公告也已经增加减持的这样一个期限 那么同时呢还有部分公司像华人 药业兰泽明白等公司呢也都相继发布了一些增持的公告 所以呢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在更多的下跌过程当中 更多的公司加入到这样一个公布的行列 那么对稳定市场情绪呢还是会有一定的帮助的 好再来看两个行业方面的一个情况 2016年的一号文件呢即将颁布 那么农业呢也将启动供给策改革 那么所谓的一号文件基本上也都是连续四年呢 聚焦在农业现代化 那么而与前两年相比呢 今年在秉承农业现代化工作推进的基本的思路上呢 更提出了落实新的发展理念和实现全面小康的一个目标 那么这其中呢就明确强调 农业方面也要推行供给策改革 也就是所谓的农业结构性调整 那么与工业领域相比呢 实际上我国农业同样也存在着 产能结构性过剩的问题 类似的一些农产品的种植以及定价机制呢 都出现了一些倒挂 所以呢这对未来的农业结构性调整呢 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 那么同时呢农村电商也对也面临了一个大的发展 未来呢将促进三产融合 未来农业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的应用呢 将促进农村落后生产力的发展 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进程 那么与此同时 一号文件当中也再次强调 农坑改革将突出集团化的发展 那么农坑改革呢 主要有两个核心 一个呢就是肯区国有产权体制改革 第二个呢是农坑企业经营管理体制改革 那么未来的农坑改革 涉及的土地流转和企业重组呢 将进一步盘活农坑企业资产和各个要素 那么在十三五期间呢也将释放出巨大的改革红利 提升农业附加值 那么跟农坑改革有关的一些上市公司 也建议投资者在回调当初可以受到的关注 类似的像北大光亚生集团以及海南橡胶等 那么最后再看一下军工行业 那么重新站上了一个风口 实际上在昨天大盘大跌的同时呢 军工股成绩一度表现比较强势 只是到尾盘呢 没有顶住大盘的这样一个下跌 也跟风出现了一个回调 但是从整个军工板块的过程来看呢 军工生成次的改革再次启动 元旦期间呢公布了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 那么此次改革的重点呢在于高层领导指挥体制改革 那么从整个改革意见当中也再次体现出 利好未来军事信息化和海空军的装备 那么其中特别强调了构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 将对军队的信息化建设提出更高要求 同时呢加速军队信息化进程 另外国防部也首次公开承认我国正在建造第二艘航母 所以呢预计未来我国在海军装备领域或将继续加大投入 那么从这样一个改革的意见当中我们也看到 未来整个军工行业呢可以围绕三条主线去进行一个布局 首先呢就是研究所改制以及资产注入预期 那么类似的像包括像航天科技航天机电航天长风 航天动力国内科技的这些公司呢近期有望值得关注 另外呢从行业的成长性也可以适当的关注 包括像中航系下的中航动力中航飞机 以及中国重工中国卫星等 第三个呢就是民参军组线 我们看好一些像集成电子的 那么总体来看呢 为了这三个组线未来的军工板块 也会有一个不断的一个表现的机会 那么以上是我们关注的今天的重要信息 想把进度交流可以飞 这么个介绍 这也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请锁钉钉财经 马上稍后继续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以下呢我们看一下券商的研报 第一份研报呢来自中信箭头 它发表了食品饮料行业的研报称 当前市场以存量博弈为主 仍以个股表现为主 报告称呢在食品饮料行业各子板块当中 白酒板块明显出现了焦头活跃 市场对白酒的关注度逐步的提升 一季度白酒板块将会有明显的绝对收益 市场的配置也会逐步的增加 建议关注向驼牌舍得五井供酒 另外呢部分转型及主业稳定公司 也是值得关注的 比如说东陵粮油 晨光生物 龙大肉食 顺心农业等等 那201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本周即将开幕 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技术有望成为亮点 民生证券延报称电动化 智能化 共享化 将使汽车行业长期的投资注线 持续看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以及智能汽车相关上市公司 那新能源汽车产销有望保持高速增长 2016年的全年产销有望实现 50%到60%的增速 建议关注向江淮汽车 与通客车 及车载信息系统与辅助驾驶等领域的 军盛电子 亚太股份等等 看完延报之后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重要的公司公告 第一份公告就来自万科 万科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 他说停牌期间 公司此次重组事项的相关工作 正在正常的推进 已经有了一定的进展 公司已经在2015年的12月25号 就有关可能交易 与一名潜在交易对手 签署了一份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作意向书 除了和潜在交易对手之外 继续谈判之外 还在和其他的潜在对手方进行谈判协商 鉴于这一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股票将会继续停牌 另外 交大昂利发布公告资产收购预案 公司及境外全资子公司 昂利国际投资 拟综合运用二级市场购买协议转让等方式 取得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 泰铃医药不超过29.99%的股权 成为其重要的股东和战略投资者 公司股票将会继续停牌 而截至目前交大昂利 已经持有泰铃要7.52%的股权 新ST新媒发布了付牌交易的公稿 称根据上交所问选汉的要求 对本次发行股份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等文件 进行了更新与修订 将于1月5号付牌进行交易 根据方案的新ST新媒 你以美股6年6月8月 非公开发行1.38亿股 支付现金2.25亿 合计作价11.5亿 收购将因融辉100%的股权 而这家公司主要从事 军用特种汽车研发生产改装 以及工程机械制造等业务 目前承担的军品任务产品 直接应用于国防军事领域 军方是其唯一的客户 国文股份昨天晚间发布公告 控股股东王爱国提议 公司2015年度的利润分配 及资本供给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是以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分配方案时的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排发现金股利2元含税 以资本供给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20股 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稍后我们将会继续了解 亚太市场包括今天A股的相关情形 好 这一时代我们来关注一下亚太 马上连接到第一彩经驻香港记者杭宇 杭宇早晨好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 亚太早盘的最新情况好吗 好 与非亚太股市 今天开盘是承接 昨天的走势 开盘继续受压 当然今年早段的开盘跌幅并不算大 其实我们看到日本跟韩国股市都是下跌0.3%左右 至于澳大利亚股市开盘下跌1% 但今天亚太市场整体上并没有重要的消息要公布 可是大家就需要关注今天内地市场的表现 以及今天晚间全球市场会继续怎么走 因为我们知道隔夜全球市场也都在继续下挫当中 而昨天的亚太股市实际上的跌幅已经相当明显了 昨天的日本股市是下跌3.1% 至于韩国股市下跌2.3% 所以今天的市场也都会关注 今天在接下来的时间 亚太股市会不会也像昨天一样 在这个之后的交易时段会下跌 与非 好的 非常感谢杭宇的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几条关于互港通方面的消息 2016年首个交易日互股通延续去年近流入的格局 流入规模为3.83亿元 已经连续47个交易日净流入 累计流入303.45亿元 另外中金公司表示深港通 以往于2016年初宣布2016年第二季度实施 接着再来连接杭宇 杭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了解到的 有关于香港市场方面的最新情况 好吗 好 于对我们江湖市呢 在昨天也是大跌 恒生指数跌幅达到2.7% 当然目前呢 现在整个香港市场还没有处于这个超卖的阶段 而今天这个市场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点位 就是21000点 需要关注它是不是今天会跌破这个重要点位 那现在市场普遍预期呢 在今天的这个港股市场啊 在整个亚太股市全面低开的情况下 香港股市今天表现应该也不会太好 从这个ADR以及香港的1700货 也可以显示 今天开盘应该也是一个小不下跌的走势 那当然我们需要关注一点啊 一个就是刚刚说到这个全球市场的表现 另外就是今天内地市场 在熔断机制之后 今天会不会 这个同样也是一个大跌的走势 还是会回稳 当然如果回稳的话 可能会有助于今天香港市场的走势 于非 好的 非常感谢航宇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早班车 请锁定第一财经 稍进入到的市场会观察 好 以下呢 我们首先来连线的是 深万红源政权研究所 市场研究部总监贵浩明 你好 贝老师 你好 对于市场 您怎么来看 昨天呢 是16年 第一个交易 这个市场走势呢 是比较暗淡 那么这当中呢 这个应该说 大家对于扩隆的担忧 对于这个大股东 这个股票 这个限售解禁的一个担忧 以及对设计经营担忧 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市场本身呢 就有一定的调整压力 当然由于垄断机制的影响 这个时候 这种调整压力 在某种程度上呢 又被有所放大 特别在人们的心理当中 形成了一种 争先恐怖出局的 这样一种动向 那么这个格局呢 应该在 也是昨天市场大变 到最终的导致 昨天市场大变 那我们认为从 整个基本面来看呢 调整是必要的 但是如此大调整 有过度之限 虽然从反线来看 一直从形态上 因为已经走坏 一直还很难说 在马上在某个点 就能够迅速直接反弹 但是我们认为 在出现大变以后呢 对投资者而言 实际上是不应该 再继续盲目的进行抛手 另外呢 垄断机制本身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作用呢 大家应该去客观来 对待 应该说 从目前的态势而言 这个市场继续出现 持续大跌的可能性 并不是很大 所以对投资者来说 目前还是更该考虑 一个谨慎操作 通常避免在 市场 已经大跌的情况下 再去盲目的撒跌 因为毕竟 整个是 就目前市场点位而言 以及从很多股票的故事而言 并不是处于一个 高风险的区域 好 谢谢 以下我们再联系到 东正气货研究所的郭华 你好 郭华 你好 主持人 对 国内气货只要表现 怎么来看 商品气货方面 我们看到 周一受到中国股市下跌 以及财新PMI数据 疲弱的一个影响 那么同价也是出现了 大幅的一个下行 那整体上目前的同价 还是维持在一个底部 区间震荡的 这样的一个割据 从基本面上来看 消息相对平淡 那么前期减产的一个消息 并未对供应单 有实质性的一个改善 未来的走势 需要进一步的 关注中国经济复苏的情况 另外受到人民币 持续贬值的一个影响 那么互同的表现 相对是比较强的 那建议投资者 可以关注相关的 互轮套利的 这样的一个机会 股指期货方面 周一的一个 熔断机制的实施 给市场是带来了 一定的恐慌的情绪 如果未来没有更多的 一个正面消息的提振 那么预计市场的信心 恢复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是站在资金面 和政策面的 一个大环境来看的话 那目前市场出现 连续大幅下跌的 一个极端行情的概率 还是比较低的 持仓方面 周一在大幅下挫的同时 主力的空头 是出现了一个减仓 因此可能未来的 一个下行空间 可能会相对的有限 那么建议投资者 还是目前应该 以观望为主 暂避风险 好的主持人 谢谢 以下我们再连线 南方基金 首席策略分析师杨德龙 你好杨德龙 你好主持人 对于市场怎么来看 昨天市场 是出现了大幅下跌 那么在节前 我们预计 节后在这种 1月8号 可能有代产非检释的 这种背景之下 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回调 但是很少有投资者 预计市场会出现 大幅下跌 甚至触及 容断机制 所以昨天这个下跌 应该说是 让投资者措手不提 其实从基本面来看 昨天并没有 实际的利空因素 一样市场的主要因素 一个是 人民币出现了贬值 那么可能在 12月底之前 有 一样的一定的 互扩盘的因素 那人民币会对 相对 稳定 出现比较大的贬值 昨天出现了一定的跳水 可能对于投资者的信息 有一定的打击 另外 1月8号 戴尔菲 承诺不检持的日期到期 部分人小盘股的这个代表 所以有减持的可能 这个也加大了市场的这种担忧 而这个容断机制呢 也是 这个从1月1号开始实施 这个可能让投资者呢 也是 这个担心呢 会触碰到 呃 熔断线 那这这种 这个自我实现的心理呢 也加大了市场的这种 跌幅 整体来看呢 市场的下跌 是一种非理性的下跌 并没有实际性的利空 预计呢 这种下跌的持余性 并不强 它和股材期间的这种前股跌平 有非常大的区别 当时呢 是政府要求 必须那个趋缸杆 那么趋缸杆就会导致呢 不一些资金 这个平仓 那现在呢 并没有这种 呃 这个 必须平仓的这种要求 所以市场的这种下跌 更多的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因为A股市场呢 90%的成交量 都是散户的 这个成交量 那么在三季度 市场大幅下跌之后呢 很多投资者的心态 都是非常脆弱的 呃 犹如金龙之鸟 一旦市场出现下跌的话 就可能会导致 蜂拥出逃 从昨天市场成交 也可以看出 在 早盘呢 仍然有很多股票 是翻红的 但是到五盘之后 随着 大盘这个触碰到 熔断线 然后很多个股呢 就是在少量 炮单的打压之下 就触及到跌停满 有的是从涨 这个点到跌 这个补卧点以上 这充分地反映了 市场的这种下跌呢 属于这种 非理性的这个下跌 预计的话呢 呃 市场在 这个恢复正常之后 会逐渐的出现反弹 可能在今天的话 市场就有可能出现 出底回升 所以对于这种 一次性的下跌呢 往往会跌出来机会 特别是一些 这个 业绩比较稳定 估值也不高的这种 这个传统的白马股 可能率先会出现反弹 而一些有确定性 比较强的 呃 成长股 呃 特别是前期走势比较好的 这种强势股 那么反弹的时候呢 也会比较领先 所以投资者可以重点关注 呃 昨天这个早盘 仍然是收红 或者是 呃 跌幅不大的一些 这个强势股 可能在反弹中呢 会率先起来 呃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下跌呢 也是有一种 一步到位的味道 呃 直接到了三千 这个二百多点 应该说 后市的这个反弹呢 也会比较快 呃 不会出现呢 连续的下跌 所以投资者在这个时候呢 也不必过于恐慌 呃 重点关注呢 年贸业绩相对比较好的一些 行业和板块 比方说像白酒啊 农业 以及一些这个 呃 科技类的板块 可能都会在反弹中呢 有比较好的表现 主持人 谢谢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汇总一下 今天一餐成为连线当中 各党权威机构的成会观点 深曼洪源认为呢 市场大不正党 投资信心受损 南方基金认为 市场非理性下跌 持续性不强 后市有望出现反弹 东正激活认为 多重利空 护质大跌 熔断出发 股指修饰 消息面真空 同价跟随股价下行 好 今天的一财政会连线 就和各位关注到这里 以上呢 是今天财经早班车的 全部内容 更多的新鲜资讯 也请您关注 我们的官方微信 第一财经资讯 另外呢 如果您想随时随地 浏览更多 独家及时的财经资讯 可以搜索下载 第一财经 手机客户端 请搜索第一财经 稍后您带来市场零距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